屏東警方破獲了大麻工廠案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當時警方到了豪宅的地下室破門公間 這一處住宅其實位在桃園市的龍潭區社區住宅裡面 當時警方透過準備要出門的這個嫌犯 把他壓制住之後呢 順利的從地下室公間往上 透過畫面也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棟透天措裡面 幾乎每一層樓都有不同的這個種植大麻設施 以及提煉的這一些器材 根據警方了解 其實以謝信為首的這個六人犯罪集團 其實他們利用這個大麻 把這個母豬最高可以分豬到40株的大麻豬 這一些原本的大麻呢 應該是大約100公分 不過呢經過了這個分豬之後呢 大約高度只有一半50公分左右 所以透過了矮化這個大麻的 種植了更多的這個大麻 以確保可以獲利更多 警方發現因為嫌犯主要活動範圍 以桃園地區為主 因此呢屏東縣的警方 特別跨區320公里 往返的640公里 才將這個犯罪集團順利掙破